消除贫困 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 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 它是一个奇迹的草 我们看到它是我们的败乱 我们的生活平均增加 1997年5月份 当时就是习建平当省长说 派我们都报不了省级的药 去考察 这个区长匹特 他说他那个区五万人 当时85%的人没有衣服穿 穿树叶 没有衣服商场 这是房东匹特的家 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 有必要帮助他 1972年的4月份就提出这个课题 用满起仪草带牧来栽培食用菌 栽培香菇 菌草技术源外 技术进军到复 跟持续发展 这就是一个 普遍的世界性的难题 我们就是把技术简化 本土化 灭菌罩 用锅炉 最少是要十来万块钱 我们就用三个汽油桶 几块石头 落一个灶 就解决了灭菌的问题 我们很感激 这个技术 很简单 我的人可以只有一个课程 而且他们已经在维持 我们那个潮重下去 三个月就可以拿来做饲料 养鸡 养鸭 兔 鱼 都可以 从种草到种菌 半年就出来了 全家万户可以产与 全家万户可以发展 现在我们有4,000栋梁 栋梁栋梁 它已经成立了一个专业 在很多栋梁 他们在家里 他们也在吃 人们在买车 他们在建议大栋梁 他们在招下孩子去好学生 有很多很具体的专业技术 在振草技术 在八成岁比较好的左右以后 东高地省部长 省长就来访问福建省 习健平生的城市接近 而且签订了 军草技术运作 东高地省的协议书 他们一团 那个晚上 他一個晚上到天亮都沒睡覺 他說一個晚上大家身份不宜 我們很開心 中國的什麼中國做到我們 為了紀念我們這個專家族 我們中國政府對他們的幫助 他把那個軍曹名字叫Linglas 一家聯朝全發現的日子 習近平主席長期關注編造技術國際合作 2009年的時候 他訓訪匪記 在吃飯的時候一個菜式洗 蒜泵蒙鍋 他就問他們你們有沒有生產蒜泵蒙鍋 石油菌 他們說沒有 他說我認識福建農林大學的林章希教授 連我的名字連這個技術都還說得很清楚 這個事情我們很受教育 很受啟發 也受鼓勵 在主席這個程度推動之下 我們在福基建了一個釋放基地 為南台十幾個國家 軍曹產業發展 提供技術培訓 經過幾十年的創新 我們選運出了這個 神業屋主巨菌草 它原諒在前面這17.4 這樣的條件底下 我們種植這個菌草 十月我在泥露河上游做一個實驗 兩個磅小時 五十一點四毫米的降雨一樣 就像大磅的降雨一樣 全部被炒熟住了 我們現在是為全國乃至世界的 江河湖泊的質地跟高質量發展 整個科學一種的實驗 除了一帶一路建設 為世界提供 中國的方案 中國的經驗 我多次說過 一帶一路是大家携手前進的陽光大道 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 共建一帶一路追求的是發展 寵上的是共贏 傳遞的是希望 習近平主席關鍵豬衛士 競爪技術的合作 八十年來 中國始終秉持 受人擬於理念 向受人的派遣專家開展技術理訓 和示範推廣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競爪技術 已經先後在巴西 斐激 南小波 旺達 中推等 一百多個國家的市場 是十萬NV 最終於所為 謝謝中國 我們種植物 所以甚至價錢 會增加 我們自身製造的 競爪技術 所以誰能吃競爪 我們的財務增加了 競爪技術 可以幫助 保護貿易 增加食物安全 保護貿易 和年輕人 和年輕人 並推廣 盡量的經濟貿易 經濟貿易 讓我們携起手來 為貢獻一個沒有貧困 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而不懈奮鬥 公子 共同時代 旺麗